大家好,我是黃少元 感謝大家今天來收看我的講座 那首先我們要感謝安和集團總經理何一國 他今天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別在夢想之後畫下句點 因為他的達成是下一個成功的起點 那就是我今天這個講座的目錄 首先我會跟大家介紹動物大學 還有介紹我所就讀的科系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那之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未來的規劃 還有一些我大學期間感興趣的一些課程 還有一些我課外活動經驗的分享 再這樣講座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徒步環島一些經歷的感想 首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紹 那首先我現在目前就讀於 東武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碩士班一年級 那我大學期間也是就讀於本科系 今天這個講座主要要跟大家分享 大學四年期間的一些經驗 那首先大家會來看這個講座 應該首先很關心的就是精算師到底是什麼 然後聽說精算師很賺錢之類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個網路上的調查 那首先2015年精算師是最好的職業排名的第一名 就我們一看到他的那個薪水其實也是滿好看的 所以基本上精算師應該還算是一台不錯的職業 一開始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學校東武大學 東武大學有兩個校區 一個在外雙溪一個在城中 那我們的外雙溪校區主要是人文學院 外語學院理學院跟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那這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是我們今年新增加的一個學院 那首先我們法相學院雖然我們的學院並不在外雙溪校區 但是因為學校希望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下我們校本部的環境 所以就是我們在大一的時候也會在外雙溪校區進行就讀 那在外雙溪的時候我們每天因為很遠 然後每天都要起很早 然後通勤都要通一個多小時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煩 哇為什麼我們每天都要那麼早去學校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大部分人到大二就不會開始這樣講 因為他到大二就開始懷念外雙溪的環境 懷念那個伊山傍水的校園 然後也懷念那個美麗的校園 因為我們城中區真的太小了 那所以因為這麼小的城中區 所以我們都會自己嘲笑自嘲說 我們是彩團法人動物大學城中補習班 因為他真的小的跟補習班一樣 那雖然他小歸小但是他該有的東西其實都是有 尤其他有幾個很棒的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他是交通樞紐 我們學校城中校區旁邊就是捷運西門站 跟捷運小南門站 那所以這個去學校基本上交通是很方便的 所以你也可以睡得更晚一點不用那麼早起床 那這個學校旁邊就是西門町 然後在後面就是 南機場夜市旁邊還有中建紀念堂 還有植物園 可以說是生活機能十分完善 那你下課之後可以去西門町逛街啊 看電影 或者晚上讀書讀很晚 跑去南機場夜市吃宵夜 還是下午的時候覺得 讀書讀累你可以跑去植物園 或者中正紀念堂去跑個步 所以基本上這個校園的地理位置 真的是十分的好 那這個是我們法學院前面一個很著名的 跑馬燈我們常常在新聞在Facebook看人家分享 會分享到這個很有趣的跑馬燈 像這邊有 我們與其21小時看直播部 拿來準備期中考 或者什麼 腹肩一博都已經開始畫列人了 你也可以開始準備考試了 那基本上可以看出這個助教還蠻關心時事 而且還應該是個鄉民才對 那所以他常常會利用時事 在這個跑馬燈上 打上一些勉勵大家的話 讓他在緊張課業之餘也可以輕鬆一下 來面對更加 來繼續面對我們學業的挑戰 那我們東吳大學有一些特色活動 既然叫特色活動 當然是要來讀我們學校才會有的活動 別的學校當然就是找不到這些活動 第一個就是叫做第一禮 第一禮這個活動呢 就是在開學前一個禮拜 那這是我們大學生活的第一禮 所以就是我們會有學長姐 會帶領這些剛入學的新生 透過一系列的活動 讓你更加了解大學的校園 了解我們的課程規劃 了解我們的校園環境 幫助大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 融入大學的校園生活之中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東吳超馬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賽事 而且是全台灣唯一一個金牌的賽事 因為目前這個東吳超馬 24小時超馬賽的世界紀錄 都是在東吳超馬誕生的 那在每年都會舉辦 然後很鼓勵大家去參加這個東吳超馬 去當他的志工 因為你在當這個志工 可能你會看到在20小時期間 這些參賽選手他們都沒有休息 就一直堅持在場上參加這個賽事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們的毅力 看到他們的堅毅的精神 其實你會覺得受到心靈上很大的衝擊 會得到很多的收穫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最近幾年 東吳開始舉辦一個單車環島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覺得很棒 因為像我在最後 我等一下還會介紹我自己環島的經歷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去參加這個環島活動 因為環島其實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事情都排開來 平常會干擾你的事情全部都排開來 你就是很專心的去進行這個環島活動 在環島的過程中你可以看到台灣的美麗 看到台灣人情的溫暖 然後可以更加認識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 更重要的是因為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排開了 很專心的在這個活動下 其實是我們在一個我可以覺得是一個心靈的沉澱 環島完我覺得可以得到很多的成長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介紹 我們財務工程員精算數學系這個系所 我們系所到底在做什麼 可以學到些什麼 那首先我們系簡稱財經系 但是常常聽的人會以為我們講的是金融的經 但是其實我們是精算的經 所以很尷尬就是我出去有時候出去報名東西 或者出去幹嘛要填資料的時候 我寫財經系然後那個人可能心裡在笑我 是不是怎麼都大學生還寫錯字 可是其實我沒有寫錯字 所以常常會跟人家解釋一下 我們不是金融的經是精算的經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欸財務工程到底幹嘛 那財務工程很多人想說 欸好像看電影我看那個華爾街的資料 好像是類似那樣子 那其實不太一樣喔 那財務工程主要就是用一些數學的方法 我們來建立一些模型 來處理一些我們金融商一些複雜的商品 那這是我們主要一些財務工程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精算數學 精算數學我們一些保險商品我們的定價 比如說像那我這個商品 我的保費要收這麼多 那可能我未來之後 這個之後要怎麼去賠這個保費 我的理賠的金額要是多少 那我這個理賠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這個精算數學就是在你要衡量他中間的風險 來進行一些保險商品的定價 那我們系很特別 他是全台唯一就是結合財務工程跟精算數學這兩個領域 在一個跨領域的結合 那這個目前這個世界上金融商品其實是日益複雜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商品推出 而且越來越複雜 所以基本上目前這個跨領域結合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就覺得在我們系上這種跨領域兩個領域的結合 其實對於讓我們面對這個世界上日益日新月益的商品 是一個有很大的幫助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系上一些課程的規劃 那我們課程有除了一些校定的一些共同的必修科目 像英文啊體育啊或者一些通識課之外 那我們一些專業科目有五個領域 分別是數理統計還有資訊還有資訊商管還有我們的財工跟精算 那我接下來要分別跟大家介紹這幾個領域 首先是數理統計領域 那當然是我們系上基礎中的基礎 因為後面所有的專業科目都是建立在數學跟統計上面的 所以你在一些大一大二的時候你會修到一些微積分跟統計的課程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些工具 如果你連工具都沒有掌握好的話 其實你後面的專業科目你根本沒辦法去做 就像你今天上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士兵 你要上戰場打仗 然後你跟人家說你連槍都沒有帶 那你上戰場就是紋死了 所以基本上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你在這些基礎科目上的東西你要好好掌握 對於你後面學習專業科目其實幫助是十分的大的 那接下來很多人覺得基礎科目數學有什麼用 那其實數學用數很多 那我舉一個大家可能會比較感興趣的例子 像是你玩撲克牌 撲克牌可能大家可能平常在玩的時候就隨便打一打 然後好像很好玩很好玩 那其實它其中是隱含機率的概念 那為什麼要這樣出牌 出這張牌好像比較好 或者出這張牌比較不好 其實它背後都是用數學來 數學來決定的 如果你可以掌握這個撲克牌機率的部分 其實你再長期來看你就掌握了勝利 那接下來有一些商管領域的課 像財務管理啊 會計還有一些公司法等等這些 跟商學有關的課程 那我們既然設計金融商品就是要拿來在市場上賣的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市場 還有你要了解你公司的運作 你才可以對於你這個才會有幫助 而且商管的課程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會有很多的報告 那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你跟人家交流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透過這些報告去學習到 你怎麼樣把你的專業知識透過報告去介紹給 不是這個專業的人聽 讓不是這個專業的人可以懂你在做什麼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還有一些資訊能力 現在這個資訊社會其實資訊顯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們系上有一些程式設計 像一些C++還有一些VBA還有一些網頁程式設計的課程 這些課程都是十分重要的 那因為金融商品越來越複雜 那你在設計這些商品的時候其實都要運用到電腦 那所以你只有把資訊的東西學好 那你在後面的東西你在進行一些撰寫程式的時候 才不會那麼的吃力 那還有一些財務工程的課程 你可能會修到一些財務數學衍生性金融商品 或者一些財務時間序列的課程 那這些課程可以幫助你去了解一些 我們可以用什麼工具去進行定價 可以了解一些我們市面上現在有哪些商品 那透過這些可以讓他在你財務工程領域的專業 進行足夠的訓練 那還有一些保險精算科目 你可以需要一些保險數學的科目 負利數學還有一些產險的東西 那透過這些你可以了解我們市面上目前保險有哪些產品 那這些產品它是怎麼定價的 它背後用了哪些的東西 透過這些科目我們可以去更加了解這些商品的結構 那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大學的課程有一個東西叫做VEE 那這是考取精算證照其中一個過程 那這個VEE是可以通過修課來抵免的 那所以我們有經濟、財管跟應用統計三門課 是可以用來抵免這個考試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到我們系上網站 那它上面公佈一個標準 你在修課你的學期總成績達到這個標準的話 你就可以去申請去抵免這個VEE 如果你這個課如果你沒有達到標準的話 你之後可能畢業之後你可能在工作的時候 你想要拿這個VEE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去參加考試 那這個考試是很貴的 考一次就幾百塊美金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大學就修過的話當然是最好 因為大學修課不用錢嘛 你事後再修課你考一課就幾百塊美金真的很貴 所以就建議大家同學在修課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課就是注意它的標準可以一次就拿到 那還有一些獎學新的東西 像我們系上其實有很多獎學金可以申請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 你到我們系上網站 你可以看有哪些獎學金你是符合的 可以去申請 那還有一些有人可能想要雙組修 想要他可能要修一些跨更多領域 可以讓他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多方位的人才 那學校也提供一些雙組修 或者有一些雙組修的獎學金可以申請 那這些獎學金都可以在學校跟系上網站查詢得到 那接下來我們系上其實是很鼓勵考取證照的 所以你在考SOA就是精算考試的證照的時候 如果你考過的話都可以跟系上去申請這個報名費的博助 所以因為這報名真的很貴 你像我們考第一課就兩百塊 現在是兩百二十五塊美金就更貴 像我那時候考的時候兩百 現在兩百二十五就更貴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系上趕快考掉這些證照的話 讓系上幫你出錢就好 不然你之後再考就是還要自己花錢 那其實如果你之後做精算工作的話 其實你在職場上你那時候再考的話 公司也會幫你出錢 所以基本上在精算這個行業不只在學校 之後在公司的話 其實都是很鼓勵你去考這個證照 你只要考過的話 你在學校或者在公司 其實都會幫助你補助這個報名費的部分 好那我接下來介紹完這些課程 有一些建議想要告訴給大家 那首先我們系其實是一個很扎實的科系 尤其大一大二的基礎科目是很多的 那很多高中生升上來的時候可能想說 喔我大學大學有你玩四年嘛 想說可以好好的玩 但是玩歸玩 但是你課業還是要兼顧 我們要當一個又會玩又會念書的人嘛 就是你又玩得起來 又有自己的專業 那當然是最棒的 那當然最不好就是有的人 一邊玩然後一邊玩社團 一邊腦中想說 欸我那個課還沒念怎麼辦 我麻煩那種 然後你玩就玩不好 然後就知道等到你考試的時候 你前面在玩又沒念書 你考試又考不好 等於說你玩也沒玩好 你書也沒念好 這樣當然很不好 那當然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要學習 我們要怎樣子可以 同時兼顧我們的課業 又可以讓我們的大學生活 變得更加的豐富多才 這其實一個很深的學問 就大家在大一大的時候 其實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去分配你的讀書的時間 跟你玩樂的時間 還有一個就是很多人會想說 欸那我讀才工跟精算 會不會是數學要求很高 當然這兩個領域數學 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礎 因為數學就是我們這個 這兩個領域最重要的基礎嘛 但是其實數學 大家很多人很怕數學 其實數學不用怕 我覺得真正在於 就是我們學習的態度 因為像我們系上 你會碰到有自然組的 也會有社會組的 那自然組的 因為大學的科目 在第一章節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是跟高中的課程 是重複的 所以很多自然組會覺得 欸這高中我學過了 然後可能上課就會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想說這麼簡單 還用教 然後他就開始做自己的事情 結果講到他 已經講到超過他的範圍之後 他還在做自己的事情 結果他就都不會 然後就考試考不好 那對於社會組的同學來講 有的社會組他會想說 哇 周圍同學 因為社會組是少數在我們的系 那社會組的同學 他可能會想說 哇 周圍都自然組 他們數學都很強 那我如果不好好努力 我會跟不上他們 所以這些社會組的同學 他就很認真的讀 然後結果 他反而就是把這些數學的基礎 都慢慢的跟上自然組的同學 有常常會看到 微積分考試最後前五名 搞不好有三個是社會組的 你就會發現 其實數學真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讀數學都背公式 但是尤其是高中 像我高中有時候是背公式 然後考完試就忘了 全部還給老師 根本不知道在背什麼 那其實我們後來就會發現 其實公式其實不要用背的 我們要去推導 你去推導 然後去理解 知道這個公式 它到底原來是要幹嘛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可以做什麼用 它目的是幹嘛 它怎麼運用 然後你一次一次的去用它 你做題目用到這個公式 你去想事情用到這個公式 你用多了 其實你自然而然就背起來 你不要去死忌應背 因為死忌應背 你考完試馬上就還給老師了 搞不好你早上考完試 下午就忘光了 那所以公式就是不要背 尤其是如果你不要背 你真的理解這個公式 你時間很久之外 你也是忘掉了 但是 你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你再把它拿回來 是很快 因為你已經懂了 你只要再稍微再複習一下 你很快就把這個公式拿回來 所以就告訴它公式不要背 你要自己去理解去推導 那還有一個微積分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因為太重要了 所以我要講三次 甚至講十次都不為過 那為什麼很重要 第一點 它是基礎科目 我們後面所有的專業科目 都會用到微積分 那用到這個微積分 很重要 因為你微積分它是工具 像前面舉那個例子 你上三場不帶槍 你根本沒辦法打仗 所以你微積分 只有學好你的微積分 達好你的基礎 把這些基礎的數學 跟統計的科目學好 你後面專業科目 才會學得比較輕鬆 比較不會那麼吃力 第二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系上的擋修制度 你大一過的微積分 如果沒有過的話 你大二的高等微積分 跟紀律統計 你就會被擋修 你大二就不能修 你要先把微積分 重補修過了 你才可以修這兩個課 所以這會導致你一些 課程上的規劃 因為會有一些沖堂的問題 所以你的課程上的規劃 就會顯得很困難 尤其是到大三 你周圍的同學都開始修 專業科目了 結果你還在修 高等微積分跟紀律統計 那其實這就是 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告訴大家 微積分很重要 大家也會認真念 希望大家一修就過 那還有一些 跟大家分享一些讀書方法 像我們會發現 尤其是讀數學的人 你課本打開就是看公式 你看公式 然後把席題拿出來 把公式學會怎麼用 然後我們就覺得我們讀完了 那其實這其實很要不得 像我們老師都會常常跟我們講說 其實課文是很重要 你看課本最好 一個字一個字讀 從頭到尾 一字不落把它讀完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公式下面那一大段 你看了就煩 看一眼就不想看那一大段之中 其實裡面有很多寶藏 那尤其是 你在這段文中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們要弄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它的目的是什麼 那它有什麼運用的方法 其實都在這些文字裡面 透過閱讀這些文字 再搭配你理解的公式 其實讓你對於這個東西 你會理解得更加深刻 你才會真正把這個東西讀懂 而不是只會去做那些計算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這句話是我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這是我之前在準備精算考試的時候 那時候在看書 就看著看著這個書上突然出現一個 跟課本內容沒有關係的句話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那時候我覺得 我看了很有感覺 它就是告訴我們要有耐心 然後你要不斷練習 那其實我覺得這不只是我們念書 其實你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其實你就是有耐心 然後不斷練習 那透過你這個動作 其實你這個東西 就會慢慢融入到你的裡面 那你就會讓你去 把這東西內化成你自己的東西 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它就一輩子跟著你了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想要分享給各位 那還有一點就是英文 英文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大學 基本上大部分的課 都是用原文書上課 所以如果你的課本都看不懂的話 其實就會很麻煩 還有一點就是精算考試 因為台灣的精算考試 現在已經沒有在辦了 我們都是考國外的精算考試 所以這國外的精算考試 都是用英文出題的 所以有時候你數學很好 你什麼都會算 但是你連題目都看不懂 那其實你考試根本就考不出來 所以英文就會顯得十分重要 那英文很重要 其實是學校提供了很多資源 讓我們去學習語言 像學校你可以去有一個地方 就是語言學習角 那學校投資了很多資源 在這個語言學習角上面 你去那邊 他那邊就是有很多 語言學習的影片 跟語言學習的書可以借閱 那當然那邊還有很多 在我們學校交換的一些外國的留學生 外國的交換生的同學 你可以去那邊找他們練習 你的聽力練習你的口語 同時就可以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語言學習角 是很棒的地方 所以鼓勵大家廠商 可以去這個地方晃晃 那還有一個就是程式 那我們系上一些程式的課程 很多人就會覺得 欸我數學很好啦 我幹嘛啊 這個程式我自己手算 都算得出來啊 那可是其實現在金融商品 這麼多這麼複雜 然後有時候你要一次算那麼多 你拿一張紙在那邊算 你可能在那邊算半天 人家花個幾個小時把程式寫完 就一勞永逸了 當然還是要改啊 你會碰到要改成 但是透過程式 可以簡化我們一些很多的複雜 沒有必要枯燥的過程 就其實是現在這個 不只是金融商品 在各個領域 其實程式都顯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在修程式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認真一點 把這個程式的基礎打好 那舉一些例子 像Excel 大家應該都用過Excel 在高中的時候 你可能會啦啦表單啊 做作業的時候 算算加總啊 你會用到Excel的東西 那其實Excel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它是一個功能十分強大的軟體 那這個Excel 它其實就可以用來做一些簡單的 金融商品的 可以用Excel來設計 那Excel它功能是十分強大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SaaS 那這是一個我們常常會用到的統計軟體 那這個統計軟體 學校的電腦裡面會有 那因為它是一個很貴的軟體 所以基本上我們自己是買不起的 你要用什麼在學校用 那沒關係 我們買不起的話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R R也是一個很強的統計軟體 重點它是免費的 它是一個免費開源的統計軟體 那你在使用這個軟體的話 我們在大學期間 可以修到像 財務時間序列也會用到這個R 那你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很厲害的軟體 可以做很多統計上的東西 所以這幾個程式其實是大家可以學習 對於你的專業領域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未來的發展 那我們西藏人可能讀完大學 你可能繼續稱之道去讀研究所 可能讀統計所 精算所或其他商丸的所 那還有一個大家更加關切的應該就是精算師 我要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精算師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成為精算師 大部分考量應該是薪水 因為精算師的薪水應該是還不錯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是一個調查 那這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看這個表格 你可以看他通過考試的科目 跟他工作經歷 你就會看到隨著他考過的科目越來越多 跟他年次越來越長 他薪水就會越來越棒 當然這是美國的平均薪資 那台灣雖然沒有 因為畢竟台灣的市場大小 跟美國的市場大小是不一樣的 那台灣雖然沒有那麼高 但是其實在台灣精算這個職業 其實相對來講也是蠻高的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第三個 精算師就是如果你可以取到 你全部考完 取得精算師的正式資格 你平均來講 在台灣所有的職業來講 你是排名第三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精算師的職業應該還是不錯的 當然有人會說 那我又還沒有考完全部的精算師 你給我看這個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到 如果你還沒有考到精算師 你可能考一半你考到負精算師 就是你還沒有取得 正式精算師簽證資格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你不是正精算師 其實你在平均水準 你也在台灣所有的職業 是排名第17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表格中可以看到 精算這個職業的薪水 其實相對來講 它還算是不錯的一個職業 那精算在台灣分 像精算我們主要分成 壽險跟產險兩個領域 那壽險我們可以考SOA的考試 產險我們會考CAS的考試 那SOA就是北美精算協會 那CAS就是產險精算協會 那它的考試在基礎科目 是可以互相抵免的 當然在台灣 比較多人會考的是壽險 比較少人會考殘險 這也是跟市場的大小是有關係的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精算協會 當然大部分會有美國的精算協會 跟英國的精算協會 還有澳大利亞精算協會 那在台灣大部分我們會考美國的精算協會 比較少考其他兩個 那這是為什麽 因為英國的精算協會 比較多深論題 對我們來講其實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會考美國的精算協會 它比較多的選擇題 會相對來講 你的英文要求好像沒那麽高 但是目前美國的精算師的考試 它就是美國精算師SOA 是最多人考的 那這個考試 最近幾年有一個改制 就是它其中MLC這個考試 它從選擇題改變成深論題 這導致了很多人本來 導致了台灣在這一科上 通過人數大幅減少 那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告訴我們 表達能力很重要 我們很多數學方面 其實我們都會算 我們會算出正確答案 但是我們沒辦法 用適當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所以我覺得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 表達能力其實越來越重要 你要讓不是你專業的人 懂你這個專業的東西 所以表達能力就會顯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雖然我們還是考美國計算考試 那這點可以提醒我們 就是你要更加注重你的表達能力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ASA就是負精算師 那我們要考到負精算師 需要哪些東西 那這是在那個SOA的網站上面 的一個表格 那這上面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一開始在大學的話 大學你大概大二修完課 你就可以去考那個機率 Probability跟還有FM 你的財務數學的考試 那這兩個考試 是大學的課就可以 通過這兩個考試 相對來說是十分簡單的 那你可以修過機率的課 還有一些修過財務數學的課 就可以去考這兩個考試 那還有一個VEE VEE就是我前面介紹過 就是你從大學修課 就可以拿到認證 就你不要再留到外 以後再來考試了 那有一些比較優秀的同學 他準備比較充分的同學 他可能可以中間的考試一些 MLC、MFE 他可能大學也會考過 那就是準備比較充分 那在台灣大部分的可能 這兩個考試可能會到 研究所的時候 才會來考這兩個考試 那接下來 你通過了ASA的考試 你要繼續怎樣 可以拿到FAS的考試呢 那FASA其實後面 就其實比較不是考試了 他比較一些更加專業的東西 他不是 考試就能 大部分在這個部分 你可能要有 業界、實務上的經驗 你才可以取得這個認證 那這是幾個 精算師的幾個不同的領域 那在台灣大部分可能會 往受險 人生保險方面 這個領域去發展 那有人會問說 那我考試 是不是要三年之內考完 還是五年之內考完 你會有這個疑問 那當然這個考試是沒有期限的 你花多久時間 考到就是 你可能今年考一科 然後再花一年的時間準備再考下一科 你可以慢慢考 他的考試是沒有期限的 考到就是你的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很強的話 大部分 有的人可能六年就考完了 但是一般人來說 一般人大概會花十年的時間考到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要慢慢考 所以基本上我們系 可能就是比較需要一些 比較有毅力的人 或者比較能夠 就是你可以忍受就是這十年的考試 就是他雖然要考十年 但是考到就是你的 就是你應該 你會得到你應該有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工作環境 你會想說 經算師賺那麼多錢 那他會不會很累 會不會像快技師一樣 抄的跟狗一樣 那其實 經算師沒有你想要這麼累 當然他還是很累 因為 沒有輕鬆的工作嘛 所有工作都有他累的一面 那在經算這個環境中 基本上除了一些 有比較多的事情 你會叫加班之類的話 大部分根據學長姐 跟我們分享的情況 他 經算的工作 他是比較單純的 而且比較固定的 你的上下班時間 基本上會是比較固定的 所以就會 他其實沒有你想要的時候 那麼累 那還有這個就是 除了你繼續讀研究所 還有除了往經算領域發展外 這個是我們還有這個 我們系 還可以往其他領域發展的部分 那這個表格 你可以在我們系上網站找到 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己到我們網站上面去看 那接下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我印象深刻的課 像前面剛剛都是介紹一些 我們系上專業的科目 但是 我覺得讀大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只是培養你的專業能力 你還要更加 因為大學我覺得是 更多的是一個 通才一個全人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利用大學四年前 去修一些外系的課 修很多的通識課 去拓展你的視野 去知道 欸這個世界其實很精彩 有很多很多 你從來不知道的事情 你可以去了解 你可以在大學之間 利用學校的資源去進行了解 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社會學的導論 那為什麼這邊寫了一個什麼 是一個大風吹 因為它這個課很有趣 它把教室分成四個象限 你越往右邊做就是 你越同意這個事情的做法 越往左邊做說明 你越不同意這個事情的做法 越往前做說明 你越同意它的理念 越往後做 你越不同意它的理念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你可以同意一個人的觀點 但是你不同意它的做法 你可以同意一個人的做法 但是你不同意它的觀點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上課可以隨時換座位 你的想法改變 你就可以換座位 那在這個換座位的過程中 你的想法一直在改變 因為老師會一直不斷挑拨 你刺激你的思考 你去思考了 你就會想通很多事情 有時候你會改變你的想法 那老師會 你改變想法老師可能會說 為什麼你會改變想法 然後你就可以講出 你改變想法的原因 或者你提出一個觀點 然後你會發現 有另外一個人坐在你的對面 坐在你的對面 說明他跟你反向 他不同意你的觀點 那老師會問他說 為什麼他不同意你的觀點 他會講出他的想法 所以在這個正方反方不斷交流之間 其實一直不斷刺激我們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課程 那在這個課程中 我學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世界就像一個光譜一樣 他不是非黑即白 像有的人會覺得 我是對的他就是錯的 或者他是對的我就是錯的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是跟大家背景 跟你的領域不同的關係 其實就像一個光譜一樣 你越同意一件事情 你可能越靠近一個光譜的 這一個極端 你越不同意這件事情 你越靠近這個光譜的另外一個極端 那在兩個極端的人 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在散布於這個光譜之中的 某個位置 所以就像這個光譜一樣 其實大家只是因為立場的不同 所以你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我上這堂課 我覺得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那還有另外一課就是民主與人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個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這個影片 那這堂課老師上課方式 其實很類似這個影片裡面那個上課方式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課 那這堂課其實會接觸到很多議題 這些議題就是你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那這些課就是你會 他會給你一些像墮胎啊 或者一些同性的一些議題 那這些議題其實 你在新聞上或者你在這堂中可能會聽到 但是你只是聽聽就算了 你從來沒有深入的去想過這些事情 那在這堂課上 因為你要拿學分 所以你就要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在這些理解這些事情 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的社會制度還有這麼多不完善的地方 那你透過了解這些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那我們可以透過 我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 對我來說可能只是舉手指導 但是我只要慢慢做 可以慢慢改善我們的社會環境 讓我們的社會環境 更加的不斷的向上 不斷的變好 那其實 其實最後來講 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好 對於你自己來講也是越來越好的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除了專業科目還有一些課外活動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有參加戲學會 那戲學會我們辦了很多活動 那在這個戲學會中 我們可能在這邊 我們可以學到跟人 我們要怎麼 這麼多人我們要怎麼去一起合作 去籌辦一個活動 要怎麼把這個活動辦得成功 那這都是很重要 那像我們有辦過一些撲克牌大賽 那我們還有一些卡拉OK的比賽 那其實我覺得在社團跟課業中 其實我學到最多的是時間管理 因為你課業的繁忙跟你社團 你要怎麼去找它的平衡點 你要怎樣把社團的時間 你去玩樂時間處理好 你要把課業的時間處理好 那所以考驗你也是一個時間管理的能力 怎麼要找到它這中間的平衡點 讓你成為一個又會玩又會讀書的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在大學期間這一點是很重要 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 徒步環島 那在大學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時候 去徒步環島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怎麼會想徒步環島 其實這是一場意外 我本來是想要騎腳踏車環島的 但是那時候我在騎腳踏車 我在找夥伴 那我找到一個同學 他說他也要去環島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去買腳踏車啊 結果他跟我講說 他沒有要買腳踏車 我就說 你沒有要買腳踏車 你該不會要騎摩托車吧 我覺得這樣很low欸 我們既然要環島 就要用自己的地量去 騎腳踏車去環島 就不要去騎摩托車 就要跟我講說 他也沒有要騎摩托車 他說他要走路 結果我才發現 聽他這樣講 我發現原來比較low的那個是我 然後他也會想想 好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走路環島 那走路環島的時候 像我們有一些故事 像這邊就是一個台東路 一個民宿 這邊民宿比較類似一個 打工換宿的民宿 就是你在那邊可能幫忙 像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去幫忙搭這個 這是一個觀景台 那現在已經搭了 如果你現在去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觀景台 那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幫那個 徐伯伯在搬這個木頭 來搭這個觀景台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搭這個 然後徐伯伯就提供給我們 一個晚上的免費的住宿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酷 很多可能有很多同學 有可能已經環島過 他知道這個地方 那還沒有環島過同學 我覺得你走到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去看這個民宿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那這張照片 是我環島拍了 大概三千多張照片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 這是在蘇花公路上面 拍的一張照片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美 雖然蘇花公路很危險 大卡車很多 但是也讓我們看到一個 真的很美麗很美麗的景色 那除了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跟看到台灣的美麗之外 我覺得這一次環島對我個人來講 它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因為我們走一千多公里 那千里自行始於足下 那透過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徒步環島 其實不是那麼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說是吧 那這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完成了 其實我覺得一個事情 你好像覺得它很困難 你好像很難做到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個開始 你有一個開始以後 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有一個開始 你才會去做一件事情 不然如果你不去開始 你只是一直去想 你可能會有很多想法 欸我要幹嘛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那個 但是一直停留在你的想法之中 你就一直只是想想而已 你從來不會去做 但是如果等到你正式開始 去做這件事情 不管這件事情是困難是簡單 你只要開始 我覺得這個開始是很重要 去幫助你去做一件事情 那還有就是堅持 腳踏實地一步 腳踏實地一步 腳踏實地堅持 像我們這邊 我們走到鞋子都磨破了 而且就是大概走到墾丁的時候磨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有一半的路 走到台北的時候 這雙鞋子基本上已經快 穿底快要破掉了 那這樣子一件困難的事情 其實我們一千一百公里 我們也是一步一個腳印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最後把它走完 所以我學習到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 雖然很困難很難 但是其實我們 只要腳踏實地 我們去一步一腳印 慢慢的去完成 慢慢的去累積 這件事情遲早會有圓滿的一天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我大學期間的收穫 那首先就是團隊合作 我們永遠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那團隊合作其實 除了就是像我們在大學 你會碰到一些分組報告 那很多事情 你一個人是做不完的 你只有透過團隊的合作 每個人一起去做 像有一些社團 你要籌辦活動 你一個人不可能辦起一個活動 你一定要很多人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為這個活動努力 你才可以把這個活動辦好 所以你在這邊顯出了 團隊合作的能力 所以你在大學期間 你跟不同領域 跟不同科系 不同背景 你們有不同的想法 一起來完成一件事情 就考驗了我們團隊合作的能力 你可以在這些活動中 訓練你團隊合作的能力 這對於我們未來來說 也是十分有幫助的 還有一個我最後想要 就是跟大家講說就是 不要有幫自己設定極限 像有人可能學數學 他會覺得 那我以後只能往數學走 那我可能學電腦 那我以後就是往電腦走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的 你可能 你可能學電腦 學一學你搞不好 對哲學有興趣 你跑去念哲學 你可能念一念 對音樂有興趣 你跑去念音樂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就是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沒必要給自己設定極限 你就是去跟著你的內心去走 看你想到到底是什麼 當你不要給自己設定極限的時候 你才會有無限的可能 好 那我今天講座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觀看這個講座